而房地产市场今年土地交易火热 累计前三季就超过了1700亿元大关 而在住宅宿地稀缺之下 有件商是豪杂了11.8亿元 埋下台北市内湖巷底内的 一处705坪的菜园 创下目前内湖土地最高总价交易 在地房仲就推估未来推案单价 将会突破百万元以上 放一旺去整片绿树杂草当中 还有几块被整理出来施肥种植 位在台北市内湖民权东路巷内 这块看似一般的菜园却价值不菲 有件商在今年豪杂11.8亿元 埋下这片土地 这块土地面积总共有705坪 虽然地段比较偏远 但是走路到捷运湖州站 只需要约10分钟的距离 在地房仲就推估未来的推案单价 将会突破百万元 菜园变绿金实在惊人 尤其对比先前土地交易 瑞湖街科技工业区总价5.5亿元 这块项底山林直接荣登 今年内湖土地交易最高总价王 它其实是在所谓的 这个洋行打草房政策 推出之前来去做购置 那事实上其实我们知道 在前三季来说的话 其实建商因为觉得说 现在市场还蛮热络的 所以其实出手土地的情况之下 我们大概在台中高雄 其实都有看到 这种在价格上面 其实都有来到一个还不错的水位 也难怪今年累积前三季 全台土地交易总额达到1721亿元 买气相当火热 直接超越2022、2023 两个年度的全年交易额 建商依然是今年土地市场的最大买方 列地金额突破960亿 占整体交易的一半以上 更加去年同期大增1.05倍 现阶段来说的话 因为短期内呢 我们可能都还是观察 整体的房市上面会相对之下 比较走弱 那也有可能去干扰一些这个 建商它去列地的脚步 有一些建商它仍然会延续着 它之前早就布局的脚步 我们可能还是会看到一些 个案上面表现还不错的 这些土地交易 毕竟建商购地可能是长时间的规划 在房市突袭冷却下 专家认为购买动能或许会下滑 但数据是否会完全反映 可能在明年上半年 都将呈现不稳定的状态 记者赋予完成摩承台北 相冒斗 这个社会是一个一般的 所有人都开始却了 是